喂 厚长 护士长 想好没 礼拨 不行 你就留的吧 你就过来洗头 是你呀 进去吧 开始了 你也不招待 快点 你给我出来 闭嘴 你也不用 这把我 又给我出来 你这把我 感觉上好像很多美好的回忆 可能都是会在记忆里发生 看电影除了电影本身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相处吧 共同经历 尤其是在当下 我们这次拍《第一针》的短片 也是想让大家重温一下 九十年代 我们在电影院里 共同经历这神奇的 九十分钟的那种感受吧 其实相处的感受 最好的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在《第一针》这个单元里面 看到很多女性导演的 她们的最新的创作 然后也可以借由这个单元 推荐给大家 爱看电影的人 然后喜欢看有意思电影人的 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吧 很荣幸能够成为年度的推荐人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电影的创作者们被更多人看到 我喜欢她们的这样的创作方式 《第一针》单元呈现出来 有很多的鲜明的荧幕形象 我觉得是年轻有活力的 是先锋的 更多的能够 有年轻人自己的想法跟创造人 对 嗯 我觉得《小奈儿》一直就和电影和文化 就是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她们也是去帮助世界各地的女性电影 或者是年轻电影 《第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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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第一针》 可以帮助和鼓励更多的作者 鼓励到大家 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去完成自己的第一针拍摄 会有更多的作品 会有更多的影像 出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相逢